志向高远 狼在浴室时总是前思后想,从来不会轻易地下结论,他们总是把眼光放得很远,因为他们知道长远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。 这就是狼的生存,其也可以称为心态的生存,引申到人类的生活,可以称作为志向高远,人类就应该像狼一样从小就拥有高远的志向,志是人的心意所向,诗观虽续称在心为志。 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,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人要成事就要立志,要成大事所确立的志向也就需要高远,做人就要立志,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,志向尤其要高远。 王子俗问,是做何事,孟子回答,尚志,其含义就是是要把立志放在第一位。 古人历来重视立志,认为先立定好志向,自己的一生才能有奋斗的方向,这是做人的根本。 人生就如大海中行船,人不立志,就像船没有舵一样,一生在世事的大海中漂浮,不会有任何成就。 反过来说,人如果有了高远而坚定的志向,那么他自然就有了明确的目标,从而也会有坚强的意志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力量。 因此,有志者是尽成,又说,没有无志而能成者也。 因此,古人把立志看为做人的第一步。 就是从立志开始。 以后三十的立志,四十的不惑,五十的知天命,六十的耳顺,七十的从心所欲不于举,都是由志而来的。 一旦没有了十五的立志,后来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。 要想真正的成就一番事业,就必须要树立起自己真正的理想。 古人云,至当存高远,此话一点也不假,正如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他的源头,一个人的成就也绝不会超过他的理想。 理想就像夜空中的明星一样,也许我们无论到何时也不能触摸到他,可是我们却能借着他的一点光亮,在漆黑的大海里航行而不迷失方向。 有人问三个正在砌砖的工人,你们在做什么事? 第一个人听了回答说,我在砌砖头。 第二个回答说,我在赚工资。 第三个人笑着回答说,我在建筑世界上最有特色、最美丽、实用的房子。 后来,第三个人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。 为什么会是第三个人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呢? 为什么不是第二个人与第一个人呢?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。 让我们来看一看,第一个人,他没有远大的志向,只把志向放到微不足道。 而第二个人满脑子里都是些庸俗的想法。 然而第三个人却拥有远大的志向。 所以,他成功了,这是我们想起了一句名言,志当存高远。 志向高远,也就是要树立起人生远大的理想与目标。 说起理想与目标,使我们首先会想到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科学家、医生、政治家、企业家等等。 中国传统文化奖励志首先不是讲的这一个,这些都是职业的或者说事业的理想和目标。 而中国传统文化奖励志首先是讲树立人生的理想和目标,也就所谓的建立道德人格的理想和目标。 孔子说,志于道,这个道是为人之道,不论你是从事什么职业,是科学家、医生、政治家、企业家,还是将军、艺术家或其他。 我们每个人首先都必须要懂得为人之道,首先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有健全人格的人, 其后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科学家、医生、政治家、企业家、将军、艺术家或其他。 理想的确立与实现需要立高远的志向。 理智包括志向和志向反映人生观和奋斗目标,志向反映人的决心、毅力,也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和态度。 没有志向和志向和志向,理想的设立会变得目光短浅或摇摆不定,追求理想的过程也难以持续。 而树立的理想目标一旦出了问题,不仅会影响到志向水平,而且还常常使得自己意志消沉,英雄气短。 所以,理想与立志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,不能将二者割裂或对立。 立志首先要立大志,应该解决理想信念与人生目标问题,正所谓人各有志,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够正确解决了自身的立志问题。 一旦立志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出了问题,即使是志气再大,也是无用的。 那些与人民为敌的立志者,立志追求罪生梦死,损人立己的,无疑将被社会发展所淘汰,甚至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 所谓立大志,不仅指的是志向完好无损,同时还指的是志当存高远。 少壮不努力,老大图伤悲。 这句俗话已为古今的势力所证明,如今的社会正处于飞速发展的关键时期,需要理想信念和立志的人。 有了远大理想和宏图大志,人生就有了目标,前进就有了动力,发展就有了基础。 也就是说,生命的航船必定是从理想起锚,以立志扬帆。 立志要高远。 诸葛亮,志当存高远这句话,一再告诫子弟。 有了高远之志,才能成就大事,志小则一足,一足则无由尽。 目标细小,容易达到,在达到了以后,就再也没有前进的目标,那么此时也就无法前进。 常见一些大学生考进大学后,觉得动力不足,原因就在缺乏远大志向。 未上大学时,目标只是考上大学,这一目标一旦实现,便失去了进一步前进的目标,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次前进了。 所谓志存高远,就是不仅要求个人完善发展,更要立志有益于社会,为社会进步,做贡献。 文天祥云,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去担心赵汉清。 范仲燕云,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 这些先贤者的志在天下,志在千秋,他们的志向全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。 在如今社会的现在企业管理当中,也需要管理者立下长远的志向与目标,如此才能够使企业得以顺利的向前发展。 企业如同个人,要想在如今墙手如林的市场当中站门脚跟,就必须要树立起奋斗的方向与目标。 要在对手的规律下做大做强,就更需要树立高远的目标。 大企业要紧盯行业第一的位置,发展中的企业就要比肩于比自己远为强大的对手,永远要找比自己强大的对手。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。 商场的严酷比战场更有着过之而无不及,一时间的相对停滞也就意味着绝对的大步倒退。 因此,企业目标的定夺与好坏同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。 树标杆就是要被企业找准发展的方向,学标杆找差距的对象更要不拘一格。 千万不要惧怕或者始于向对手学习,支持而后,永之不足,方能奋进。 因此,市场中最好的老师就是比自己强大的竞争者。 从他们的身上使我们更容易找出差距,从而查出不足之处以便对症下药,促进企业获得健康而长远的发展。 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,不能单单着眼于对手,因为企业自身才是发展的根本。 办大事的人要齐家治国平天下,做大事不怕强敌在前,就怕祸起萧强。 看起来要平天下,首先就要治理好自家。 先贤告诉我们,勤俭方能持家,一分一离看起来微小,均不稳,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 而对于一个企业,一个励志高远的企业,一分钱的节约对企业自身就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 这是因为,对于一个企业来讲,即使单位计量较小,但是总体的基数庞大,所以统计的结果也就自然让人瞠目结舌。 对于一个企业,一分钱的节省就意味着在此赚取了一分钱的利润,况且勤俭不仅是治理企业的手段,更是体现了一个企业的总体精神风貌。 我们的企业以德信为名,更以德信文明,而勤俭就蕴含在德中。 勤俭是我们的传统,更是企业未来得以长足进步的制胜法宝。 因此,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,首先就要树立起远大的目标,而企业发展的根本即在于自律求得自身的提高。 总之,企业的发展前景,其根本就在于自己目光的远大。